哈喽 我是成功 在私募机构做料化模型研究 在这里给您分享投资干货机构思维 下面进入实战学习 今日主题 中国电鉴 同微股份 美景能源 微财动力 中国能鉴 中财科技 投资复盘及未来展望 好 我们先给结果再给逻辑 好 我们先给结果再给逻辑 最后教给大家补育的方法 按理股仅供学习不构成投资建议 好 我们先给结果 中国电鉴 变盘载机能否加速 同微股份 蓄势待发 寻求突破 美景能源 轻能龙头 人气十足 微财动力 回彩缩量 放量启动 中国能鉴 二次冲高 量能不足 中财科技 蓄势待发 突破载机 好 我们呢 实际上是对之前 12月3号发的和11月30号发的 进行一个复盘 咱们先看12月3号发的 中国电鉴呢 实际上咱们在 10月29号就已经开始关注了 我们之后呢 12月3号是这一天 新称突破中轨的时候呢 开始又发了一个 你看这次今天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窗口 变盘窗口 我们复盘一下之前啊 那成功呢 把这个知识点给到大家 是非常关键的一些知识点啊 好 咱们再放大一点 现在呢 突破了上轨 突破上轨是要加速啊 你看 突破上轨 它加速 如果不能加速 它就是一高点 那么也就是说 它面临变盘了 要么你加速给我上 要么 哎 这个位置呢 就可能要调一调了 而且它面临天机压力位了 所以下个交易日就非常关键了 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成交量啊 咱们打开成交量去看一下 它实际上相比之前呢 是缩小的 这是量这块啊 所以从量加我们去看的话 像突破之前这个更大的量 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 所以下个交易日密切关注 就是看它量加配合的情况 这是技术面的 对于基本面呢 因为是复盘 前期已经给大家详细讲过逻辑了啊 它是咱们电力基建储能的龙头啊 赛道阵中题材呢也比较多 没有问题啊 正好符合咱们政策的方向 对吧 分电光伏水边建设都是龙头啊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呢 是交界 交界呢 略微弱一点啊 你看交界呢 之前在龙线下方起来 12月3号这天刚刚突破龙线的时候 所以我们给大家这个发布视频 发布案例分析的时候 也是有这个讲究时机的啊 要么就是机会 要么可能就是分险都会给到大家 所以关注成功呢 我们学习这个智能量头 建立标准化的交易模型 那么对于交界来说呢 它是属于海上分电装备 水利建设 铁路建设的龙头 那么目前呢 也是量能不够啊 面临量能不够 而且是二次再次冲高 有点上不去的迹象 所以它也算是小有盈利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明天的看点也是量了 如果给量继续上 如果不给量的话 在这个地方就可能有一些反复 这是我给到大家的一个提示吧 好 我们再看一下通微 通微呢 咱们在12月3号 3号大家看到了吗 这是什么样一个K线呀 阻力趋势量首先出现 它出现一个长的下影线 先破位再拉回右空一下 它不要起 对吧 而且这个位置呢 从空间来说呢 也是到位了 所以目前大家看 为什么它上不去 一是因为量确实是缩的 而且今天还出现了一个窒息量 哦 家人们 这个窒息量是要变盘的 大家看 窒息量是要变盘的一种量啊 所以在这个位置到底是往上还是往下 看点就来了 那么下个交易啊 我们要密切关注一下 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假如能来一个倍量的起长 并且它必须是上的 它有希望突破 如果来不了的话 它还会保持这样一个弱势 上方千期的一个成交密集区和龙线中轨都构成一种压力 所以这就是同意为什么始终它上不去的一个逻辑啊 那么基本面是绝对没问题 非常郑重 它是双主业经营 农业也是我们全国重点的龙头企业 另外一个呢 就是晴能方面呢 晴能源方面 上游高成金轨 中游太阳能电池片 下游光伏电站的建设 一体化的龙头 太阳能电池片呢 还是全国的第一 所以咱们还是比较看好同位的 说实话啊 你看从精英我们看 农陵木月占比37% 它的毛利率呢 相对低一点 主要是新能源光伏这块 占到61% 毛利率33% 还是可以的 那这个呢 是我们复盘了12月3号 给到的安利学习模型 咱们所有的模型 给到大家的 都是学习为主 不够成投资建议 那成功把逻辑给到大家 大家关注成功呢 学习这种智能量头的战法 大家可以关注成功 加入咱们的粉丝团 跟咱们粉丝团人数忘了以后 火了以后呢 成功把这个智能量头 编成交易系统的逻辑方法 免费的交给家人们 所以在这里呢 成功想通过这个平台啊 帮助咱们散户朋友 还没有建立交易模型的 未来建立这个交易模型 如果做投资 不建立交易模型 很难 战胜市场 很难再有比较好的盈利 因为现在呢 是注册制时代 注册制时代 意味着什么呀 上市的股票多了 退市的也多了 股票分化了 其实是去散户化的时代 美国五六十年代 也是一样的 因为难操作了 你不太容易赚到钱了 肯定我就不做了呗 对吧 那我们就必须学习了 因为成功呢 也是在思摩作量化模型研究的 同时做分控 所以我深刻的理解到了这一点 我想把一些真正实战性强的工具 方法交给家人们 所以关注成功 一定是不会后悔的 好我们再看一下 10月30号提示的啊 这主要是氢能源 现在氢能源没得说 肯定是为了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这几个品种呢 咱们呢也给大家取决 再复盘一下 好我们看美景 美景呢 其实就是一个龙头了 形成上升趋势啊 基本来说呢 打到龙线 那肯定的是涨一张了 这块也是打到龙线涨 所以从咱们提示了以后呢 它台阶式的上涨 你看 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台阶式的上涨 又涨停了 它这个位置的量 你看 基本来说是红飞绿寿啊 上涨方量 回调缩量 所以其实 资金还是以作夺为主 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个抛牌 所以在 你看这边的量 其实是低于前面的量 但是它成功的突破了 所以我认为后期呢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它距离前期最高点 这个距离其实不算太多 上方的压力呢 其实并不大 所以如果主力想拉 还是比较轻松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嘛 已经是做了的 我认为 那你就坐着 坐好轿子就可以了 掌不严顶嘛 对吧 但是如果没做的 其实我不建议 大家太过去追高 但如果说今天 你是早一点做的话 它属于突破性的买点 就是买点啊 我们有起掌性的 比如说 这就是属于起掌性的 那这个位置呢 其实也是属于起掌性的 主要是调下来 低位的就是起掌性的 那么高位的 就是属于突破性的 比如说这个平台的突破 那这个K线是属于突破性的 而这同样是 它突破了这个平台 它也是属于突破性的 所以这两个大阳线 它是属于突破性买点 这种载幅突破性的买点 成功力还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说 它突破千期的一个 波分的高点 那么就很有可能是 加突破了 是一个又多了 所以我们呢 把这些细小的一些 这种策略方法 标准给到家人们 让家人们呢 我自己就会去悬股了 不要去依靠别人 依靠别人肯定是靠不住的 只能靠自己 好 我们再看微彩 那么微彩呢 是在咱们11月30号 你看这个位置 等于说它刚刚起来嘛 刚刚起来 一个回彩下来 及时吧 真的非常及时了 所以成功给到大家的观念啊 是超前的 因为什么啊 超前了才有价值 可是大家一定要明白 既然是超前的 肯定是冒风险的 万一错了 不要怪成功 成功做不到百分之百 因为成功 不给大家推荐股票 只是以按理模型 教学教给大家 如何去玩股票 经此而已 所以切记切记 成功给到大家的旧式方法啊 好 你看一背量就起来了 我们说了 那你咱们是在 11月30号 给出这个按理模型 我说了 背量它就要起上 不给背量 不起 那12月1号 照拍背量 你第一时间9点半 关注就可以了 所以静的时候果断一点 走的时候潇洒一点 只有这样才可以了啊 当然能做到这一点呢 也是基于看得懂逻辑的情况下 才可以了 好 你看七掌回踩缩量 它又缩量了吧 今天是不是又是一个背量 整个清能源都起来了 是整个板块带动的 所以这个品种 我们打开它盘中看一下嘛 大家看到了 它是在下午 下午整个一下 整个板块都起来了 所以这块一方量 你看啊 这其实如果说大家是上班的 没时间看 谁能老盯盘啊 除了就是专业玩的 或者是我突然正好看到了 那第一时间能进得去 因为它不像早盘 早盘起的话 9点25到9点半 这段时间 对吧 量化是非常大的 我们肯定是要关注的 不就是半个小时时间 进行一个建仓吗 那肯定是可以挤出时间来的 但是盘中的突然拉升 谁也不知道 它具有突发性 那这种情况下面 对吧 就相对来说 比较难捕捉到 不是我们没有能力捕捉到 那方量嘛 对吧 灰彩缩量 方量起上肯定是买点 只是说时间上 这个咱们不知道 它什么时候提涨 那既然它提涨了 这个微彩起来了以后呢 高点 对吧 就是前期高点 这个成交迷取取 也会有一些压力的 所以你看今天通到了 通到了掌停附近 却不能掌停 说明上方还是有些压力的 也就是说 后期还会是有一些反复的 所以大家呀 静了的 你可以拿一拿 对吧 让利润奔跑 但是没静的 真的没有必要去追高 一定要看东了以后 去买它的起上量 一包量 早拍 九点半 就往里 关注就可以了 实战效果是非常 非常的非常的强的 好 那这个呢 也是情能源的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中国 看一下中国能建 中国能建呢 也是情能源 如果咱们给出以后呢 这样放往悠悠起来 差不多也能有 百分之十五左右的一个上涨 你看回踩一下再起 今天也是缺量 你看这个量 还没有阴线的量大呢 所以上方它就有一些压力 始终过不去 那在这个无量的情况下 大家有冲高的时候 减一下 我认为 对吧 你可以减一半 减一半 下来再接盲 做个小查假 那万一增上不去以后 一个大影线下来呢 也可以 最终落袋为暗 千万不要 在缩量涨起来的情况下 又是千高压力位去加仓啊 家人们 你看量不是很大 又面临千高压力 然后 对吧 已经涨起来了 再去加 那就不理性了 所以这个概念呢 咱们也不多说了 因为今天解读的股票比较多 那肯定是龙头了 没得说了 自己看就可以了 因为之前都详细解读过 你看上面的抛牙 大家看到了吗 这是尾麦盘 下面的是尾麦盘 你看这个大的 所以上面有抛牙 好 我们再看一下中彩 那中彩呢 我认为基本面不错 你看基本面 我认为比较好 而且未来潜力会更大一点 还没开始涨呢 我就会把基本面解读一下 刚才通为我解读一下 中彩我也解读一下 各种纤维复合材料 国家级高兴技术企业 分电叶片的龙头 而叶片在分级的成本中 占比是最高的 光复至晴的概念 没得说吧 概念是非常的纯正 再看一下它的液体 对吧 我们可以在F10里看一下液体 好 液体是不是非常的稳健啊 这是非常的稳健啊 你看三级报73%的一个增长 这是净利润 营业收入146%的一个增长 再看负债率 将近于60附近 还可以吗 万一件是看它的盈利能力吗 对吧 它的这个净利润现金含量48 也可以没有问题 净利润的现金含量 是这就表示 它的利润的回款比较好 利润的质量比较好 我们看它的盈利能力吗 从盈利能力去看啊 毛利率是逐渐提升的嘛 毛利率提升好事啊 对吧 所以净利润也提升了不少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总资产报酬率 那么总资产报酬率 三级报 8.63% 那么年报的时候 肯定还会增加嘛 所以如果说能到10%的 总资产收益率 那么我60%左右 不到60%的负债 我还银行的贷款利息 对于高科技的企业来说 国家还是有扶持的 4%左右的这个利息 甚至比这还要低 那么你想 它给股东带来的权益 肯定是增加的嘛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阻力 一种就是说 它股东互数的话 有点增加 所以这也是最近走的偏弱的一个原因 那其他方面呢 我们从这个 它的业绩梳理完 再从它的这个 现在筹码的分布呢 看了一下 这是一个小的缺点 它现在呢 确实是走的比较弱一点 纠结一点 但是它面临变判 不可能一直震荡啊 我们再看一下 Surcle 说得更紧的另外一个 咱们看一下它 狙击掌停的这个模型 好 我们看到 狙击掌停这个模型了 它这个Surcle 就是要面临变盘 我们也可以其实看一下 之前 你看 之前也是当它出现Surcle的时候 面临变盘 就是价格在中轨的上方 如果能出现一个这种 倍量的拉升 它就有希望往上变盘 那这个位置也是一样 价格在中轨的上方 那如果说它能出现一个 早盘集合金价 我们看到倍量来了 而且它是上的 就有提防突破 重点看量价配合的情况了 家人们 所以说我们只能说 概率它是上的概率比较大 但一定记住 它不是百分之百 这是咱们从估值基本面 各方面解读了一下 没有问题 你看到估值17.9倍 那肯定是不高了 它的增长还是可以的 从未来的增长 我们看一下它 机构的预测 你看今年两块一毛四的 这是每股收益 明年两块四毛二 后年两块八毛一 基本20%左右的一个负利增长 那还是可以的 所以咱们重点关注一下吧 那龙摆就不是重点了 你看咱们在10月30号给了以后 涨了吧 涨了 没有问题 你看打到龙线 扔掉就完了 最少这波你赚4%左右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不是主要的 咱们打的那些龙头 因为估值也不高嘛 对吧 这样子跳空高开 起涨 那它有这种预期 所以你看冲一下 冲一下到压力位 收益线走掉 就不关注它了 这种品种就是不是太主流的 咱们呢 不能长期去做啊 就是给七丈买点 做一波走人 这也是一样 做一波走人 不能长期去啊 千万不能 只有龙头 龙头也不能说我一直满舱持有 也是我留一部分底仓 另外的呢 去做做波段 打打这个波段 让利润扩大一下 也降低一下风险 这样才比较灵活啊 好我们要看一下银洛华 银洛华呢 是咱们刚刚 昨天还提示的 早盘 放量 它是一个关注点 刷一下就刷起来了 实际上咱们是在 12月14号就是周二 周二盘前 发视频提示的 呃家人们然后评论里就说了啊 你看 陈公是不是打脸了 银洛华没涨 其实大家一定要明白 首先一个呢 那陈公给到大家的是逻辑 我已经讲的非常清晰了 不是说我说了 我一发这个 视频 它这支股票就大涨 不是这样的 家人们 一定要理解 我给到逻辑 它是摇鼓模型 对吧 什么样一个题材 什么样一个概念 估值多少 然后那涨的概率比较大 这个位置是 对吧 涨的概率比较大了 它符合气场模型了 你看 在周二的时候 攀中下沙的是挺厉害的嘛 对吧 家人们就 就开始 这种 啊 这个这个 对不对 挺好的 我喜欢大家 互动起来 啊 本管是建议也好 批评也好 没关系 都挺好的 啊 我也喜欢批评 接受不了批评 哪来的进步啊 关键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 清清凤凤的 给大家总结经验 把这个标准 逻辑给到大家 并不适合所有的人 啊 只是说我们有共同的一个这样 这样一个 呃 观念 观点 性格 等等 各方面 非常有默契的情况下 哎 可能会同步 要不然 同步不了 啊 因为看到标准不一样 结果是不一样的 哦 比如说 就跟 12月14号 哎 那我们认为它是要涨一涨的 可能有的人认为它是要跌的 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 今天12月16号 有的人认为它是 它是要涨的 可以进的 但我们认为它是要卖的 所以12月16号 我们打开分室看一下啊 咱们打开分室看一下 栽破了军家线 要是要 这个标准 它就是卖点 好 我们给大家看一张图啊 我要把逻辑给大家啊 好 我们看这张图 关键是逻辑啊 挑战迁高压力 冲击涨停板 而不能涨停 那说明了 主力有抛盘出来了 二次跌破分尸均加线 这是一次跌破 这是二次跌破分尸均加线 并且他不能迅速的收回来的情况下 他就是咱们量化投资的标准卖点 那么量化投资永远以执行纪律为一员 所以散户朋友失败就失败在 永远是觉得我自己挺聪明的 我认为这个位置没事 主力没出 所以我不卖 结果呢最后亏大了 永远记住一眼 你只有当我们意识到 我自己真的 我自己的认知太浅薄了 我太无知了 市场先生才是最对的 我们听从市场 执行标准就可以了 你建立一个标准 只要你适合你自己 只要你赚钱就可以了 执行标准没有问题 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根本不考虑 就是简单啊 你卖就可以了 管他后几掌天了 我们只是在执行标准 所以你看我给到的观点也是 我们跌破均价线的可以先走一半 但如果说把缺口整个补掉了 那就把剩下的全部走掉好了 这是我们给到的一个观点 你看他实际上确实把缺口全部补掉了 那走掉就完了 潇洒一点 定的时候 早攀第一时间进果断一点 因为他是早攀拉的嘛 早攀 我们是在集合金家进行一个量比排序的 而且它本身就是我们的自家股 你一放然后早就看到了 偏偏盯着呢 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出现了冲告贵落 你走掉就完了 这是我给到大家一个逻辑 咱们不做这个买卖的建议 称高压力 这样放量收音不太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也是给到大家这个位置呢 是在周三 昨天呢出现一个放量的阳线的起涨 那我们认为涨的概率比较大了 还是一样的逻辑吗 概率逻辑 前期呢 你看啊 它是打到了 龙线出现一波比较好的一个上涨 中柜呢 它是压力 那这个位置呢 是它的这个管道线缩口以后的变盘 那么也就是说 它打到中柜呢 它是有支撑的 价格在上下方呢 是压力 价格在上方呢 是支撑 那我想这个位置跟之前 对吧 其实是一样的一个逻辑啊 那会不会也是来一波反弹 哎 这个概率是不是就大了 关注称公啊 一起学习智能量土大板债法 那称公也期待家人们的互动留言